披着夜色还没天亮就出发 乌克兰有一群志工省府重任 把战场上的阵亡将士 一位一位再回家人身边 送他们走完最后一里路 送别是一条孤单的路 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只能看着天微微亮 车身上标着数字两百 是前苏联时期载运遗体的军事代号 让人不声唏嘘 沿途还能见到民众跪在路边 向阵亡将士致敬 战火还在延烧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尽管乌克兰没有公布官方数字 但近期志工载运的遗体数大幅增加 显示乌东战士相当吃紧 基辅郊区一场庄严葬礼正在进行 送别为国牺牲的士兵 也让伤心欲绝的母亲 还有机会跟儿子告别 眼泪停不下来 乌克兰仍有许多家属 还在苦等亲人回家 没有时间跟着难过的志工 只能打起精神 尽快把战场上牺牲的同胞 平安送回亲人怀抱 华氏新闻领掌编译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We'll see you soon as we will come by